这个世界真的是十一世转 这个世界真的是十年河东 十年河西 过去敢讲的 我们台湾以前不是叫亚太运营中心吗 就没有想要回来了 亚太运营中心回来 亚太本来有制造中心 本来我们说我们有所谓的航运中心 想说台湾怎么可能航运中心 没有想到 现在台湾的航运的发展 让香港非常火大 香港有一个他们叫做航太的 航太的这个所谓的网站 他们非常不爽 台湾的飞机人笑死了 你不要说这个机场的硬件跟货运 你根本你自飞哪里都有 你不要说你是什么东南亚的转运中心 可是现在大家看看 搞了半天是 真的很多过去透过香港转运的 慢慢的都已经转到台湾 大家也都很难想象 现在台湾飞到了美国的班机 那个班次无法想象 没错 上过去台湾有一个梦 就要做东亚的这个所谓运输站 这个重要的转运站 包括说像这个航运的转运站 货运的转运站 但是都一直没有成型 为什么 因为实际上我们旁边就有个竞争队 就是香港 香港过去中国经济那么好的时候 大家都往香港去 我被吸光了 所以大家都去那个地方 所以当时我们听到这个 我们的梦想都是觉得是一场空 但是宝洁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真的不太一样 为什么不太一样 因为香港这几年 他们的航空 不可香港机场 他们的航运量腰斩 为什么腰斩 香港航运量腰斩 因为很多人不敢去香港 你看欧美人士 宝洁 那譬如说你这个 如果你要去美国的时候 你敢到香港去吗 你根本不敢 欧美人士根本不敢 经过香港 你跟我都不敢 对很多人不敢去香港 所以中转就没有了 中转他就 运输量大幅的下滑 再来就是什么 因为中国目前的经济 不如以往 不如以往的时候 很多人也不去香港 所以导致现在 反而是香港最惨 不是 现在对很多人来讲 我怎么知道 我到香港 我那么的粗的来 对 所以现在变成是这样 变成是大家不敢去香港 但是反过来 因为台湾跟香港 位置很近 我只能记得说 这几年很多转运就出来 那转运到底怎么转运呢 宝洁 主要原因是这样子 就是从东南亚 东南亚以前很多人 他们转运的时候 他们会先到香港去 现在他们也不去香港 他们先都到台湾来 台湾来之后 然后从台湾到美国去 或是从台湾到欧洲去 或是台湾到欧洲去 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美国人 也会来到亚洲的时候 他第一个 选择日本 韩国 或是选择台湾 过去他可能会选择 在香港转运 问题他不敢嘛 所以还可以说 很多欧洲的美国人来 说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转运 从以前的香港 变成是台湾 所以变成是台湾 你看我们目前为止的 这个运量是大幅的增加 你看来台转运 来台转运的人士来说 去年比去年 这个增加百分之十七 然后增加了这个 原本百分之十 现在占比已经来到百分之十七 越升了七个百分点 所以现在等于是 转运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过去所谓转运战 现在真的好像有一点点 成型的这个状况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到了北美 我们桃园机场 一个礼拜 有160个班子 是飞到北美各个地方 而且我们现在在美国 我们有直飞休斯顿 有纽约 有洛杉矶 有芝加哥 有西雅图 有旧金山 有温哥华 有多伦多 我们有八个据点 你看嘛 我们长龙目前为止 有非常多的据点 有八个航点 然后这个华航来说 有六个航点 这个直飞 然后每个礼拜 有四十个航班 然后这个长龙也非常多 那现在星宇也有 所以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非常多班次 非常美国的 非常欧洲的 现在欧洲也开始 在开一些航班 所以很多人等于是 过去你这些转机 就因为你的航点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之后 我就会来你这个地方转机 更方便转机 对 那也就是说 因为有这个人潮 因为我就讲 很多欧美人士 不敢去香港之后 他要找一个附近的 他就会来到台湾 所以等于是说 真的有台湾的需求 在现在像东南亚人士 慢慢有钱之后 那我们国内 最多的这个航空公司 就是我们国内目前为止 东南亚航点 最多就是星宇 星宇的这个张国伟就说 他要拼什么 他要拼的就是转运 你看他很多航班 都在东南亚 东南亚航班 坐到台湾来之后 可以从台湾飞到美国去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你看 我们的航点 日本航点很多 东南亚航点很多 等于可以当他们中间的 转运站 这有一个概念 所以等于是说 等于是说 我们的航点 越批越多之后 转运站的条件 就越来越充分的一个情形 那我跟他讲 张国伟有讲 台湾的转机的市场 被严重的低估 他说我们跟他讲 我们是转运站 以前不是讲吗 我们是日本的南京基地 为什么是南京基地 是你从日本 到了东南亚 我们是一个最好的转 转接点 是最好的加油中心 对 没错 他讲什么 他讲很简单 因为我们台湾的位置 真的非常好 你看东南亚任何地方来说 飞到台湾 大概不会超过四个小时 这个东北亚也不会超过四个小时 所以四个小时之内 是最好的一个状况 你看 如果东南亚保险 那印尼大概有2.7亿人口 那让他们一个礼拜 只有一个班级飞往美国 只有一个班次飞往美国 那2.7亿人那么多 那我们就把它载过来 载到台湾来 所以你知道 目前为止来说话 他们就在这个印尼 有雅加达 四水旗的地方 你看 飞到台湾来之后 再飞过去嘛 所以等于是有这个需求嘛 所以你就知道 东南亚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因为从东南亚飞到这个美国 他们很多东南亚班 是没有这样 没有开这些航班 但是台湾目前我们可以开啊 所以等于是 我们等于是吃了非常多 东南亚的这个航行 这个星宇本来就要吃 这样一个商机啊 他说 我回来看我才知道说 如果你今天从印尼 也要直飞到这个美国 太远了 你这个油根本飞不到 但是呢 台湾的地上是这样 我的最新型的长程 长程的这个航班呢 我从这个美国 飞到台湾刚刚好 油差不多够 那我到这边再加个油 我也就可以去日本 我也可以去东南亚 同样的 今天原来这个距离 有的一万一千公里 这个距离 是一个长程飞机的最适距离 对 所以你是说 你看他们都 过破坏好这个状况 但是因为我们目前 我们只有两个航下 第三航下要赶快打造 所以他就说 赶快把第三航下弄起来 弄起来的话 你看他说政府跟民间 应该携手打造 这个亚太的营运中心 那除了这个 除了新颖之外 你看今年来说 长龙跟华航 前日不是 华航前日不是说 我要买飞机吗 那天就说 果然是这个 要给川普一个大礼物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买飞机 你看这个长龙就说 他要再砸三千亿 去买这个空八的飞机 那华航不是说 要买这个波音的飞机吗 你看现在台湾几乎是这样 那你知道最近 长龙到西拉多 再过去到九成 非常多 你看他有转机高台 六成到七成嘛 所以也就是说 事实上转机人数 真的非常非常多 因为台湾的位置 真的非常好 那你知道飞到什么程度呢 机师说 他9月的飞行时度 98个小时 已经逼近这个 公司的规定 100个小时 然后他就说 每一架飞机 都是24小时的狂操 所以就是说 你就知道说 从这些飞行员 然后从这些班次的 班次的 飞机变成狂操 你就知道 那我们再看一个指标 非常明确 保险人家 股价最清楚 长龙现在已经涨到47块 他几年前的时候 还不到10块 现在已经涨到47块 华航现在已经来到26块 他都是来到这几年的新 高点 表示什么 业绩非常好 转机非常多 所以他就跟你说 过去我们台湾 一直在梦想说 亚太转运中心 现在真的 慢慢的已经看到 真正可能成型的目光了 好 不是 我们看到有一个 香港的飞行网站 航太网站那边说 你们台湾标台得意 你们没有那么好 你们有没有什么直飞 就看了数字 香港很明确的掉下来 台湾很明显的上升了 因为世界真的是一场戏 你知道台湾的飞机 肚子里面都装什么吗 肚装什么 长龙跟华航 靠什么赚钱 靠债货 所以 债货 回答黄仁君投资哪里 远雄自贸港 就在桃园 广达800里加急 是要干嘛 所以我不是只有债人 我还债货 因为我们是科技 岛链的中心 所以香港气死了 香港为什么气死了 他2016年以为 所以你要台湾的半导体 你要台湾的晶片 你这个晶片 现在用飞机飞的 所以我们的飞机是怎样 载着半导体 跟AI伺服器 飞到美国 再从美国载什么 载艾斯摩尔 载柯林柯磊的半导体 设备捞带台湾 所以刚好成为科技岛链的中心 所以飞机 所以我有这个所谓的 科技的需求 所以他们两家公司 就靠什么再赚钱 货运就占了六成的 光载货不是载人 所以载货最好赚 载晶片是最好赚的 一直在飞 所以现在几乎 不是载货你不会抱怨 不会抱怨 而且真的塞满满 所以香港本来还什么 第三行下 他要靠载货 他以为他会成为亚太的枢纽 现在半导体设备 能够运到商榜吗 当然不行 晶片是不去人到香港吗 没有 现在最夯的东西叫晶片 而且台湾还串起了人流 德国人要干嘛 要来台湾学晶片 双方的技术要交流 所以有多少德国人 日本人要从雄本来 所以台湾刚好成为 是一个亚太的枢纽中心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看 看这个你就知道 为什么台湾这么夯 台湾为什么会成为枢纽 这是东京威力科创 世界最大的半导体设备之一 它是最近又在台南 开新办公室 你看新办公室 三万五千多平 要容纳一千多个员工 这代表什么 有多少外商 要把货物送来台湾 有多少人流要来 台湾就这样成为 串起了整个科技岛链 一个很重要的中心 它在台湾要有个实验室 要有个半导体的测试 要有软硬的开发 甚至它连出货的这种货运的规模 都在这个地方处理 所以整个容纳千名员工 等于把重心放在台湾 它为什么要在台湾 你要做两奈米的 台积电快要生产了 你要做最先进的 只有在台湾 没有别的国家有 当然它要把重心 而且这只是 40家外商之中的 第22家的日商之一 所以台湾真的成为 一个世界重要的枢纽 光是飞北美 为什么这么做 一个几乎一个小时就有一班 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而且台湾 你以为台湾是 你说我们飞北美 一小时一班 一百六十八 一周得每22小时 就21 对啊 等于一天就22班 将近一个小时就一班 而且还在扩真班机 现在是因为飞机还没到 所以航点还要继续扩 因为我们跟美国的交往 实在太密切了 那刚好印尼这些国家 刚好来这里转机 刚刚好 所以串起了一个 用科技岛链 串起了一个东亚的枢纽中心 我都没有想到 说我们今天卖晶片 可以卖到航泰也好了 所以香港人多酸啊 他笑说 台湾靠什么 台湾就是靠你都没有 没有人敢跟你做生意啊 而且你要看 台湾其实航运实力非常的强 你以为台湾 香港什么航运大王 真正航运大王 在台湾 这是全球十大航商 马斯基 是一个丹麦公司 大家没有讲 马斯基没话讲 好没话讲 你全市民看来 这个中国国营事业好了 唯一排进来是中国 在德国日本 台湾有三家 全世界十大 台湾竟然排进三家 这两家是远洋啊 还有一家万海 专门做什么的 近海的 近海的 他还这三年来花一千亿 为什么要花一千亿 是因为有太多货 要从台湾转 他是坐计程车的 就是把人送到高铁站 坐小船 然后再由大船 长龙跟阳明大船 送到美国跟欧美 唯一一家去运行 挤到全世界 你说台湾的航运实力 抢不抢 香港人多眼红 这就是台湾真正的实力 而且再来 现在更厉害的是 我们做亚太金融中心 有一件事情正在发生 是人民币 尤其川普这次一喊 人民币的存款余额 降到十一年来 新低大摩说 人民币会跌破八元 真的 所以商人是最敏感的 你知道央行官员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家电子大厂的账户 把人民币怎样 一口气减少五十亿的民币 所以我不要人民币了 我要把人民币全部换成美金了 这个情况非常罕见 以前减少三十亿到四十亿 已经非常大了 一口气减少五十亿 那我不要再跟中国打交道 做生意吗 因为要把钱赶快抛掉 抛掉要从哪里转回来 从香港转回来 以前我们台湾有很多钱 藏在哪里 藏在香港 光是2019年统计 有九千八百亿在香港 所以现在在高雄做什么 OBU中心 什么叫OBU中心 就是在境外 把钱转到境外 所以会有境外国际分行 境外的保险 还有境外的家族办公室 这代表什么 都是有钱人的钱 有钱的境外的钱 没有转回台湾 要设在高雄 其实钱没有真的进来 所以说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 现在台湾也要搞这个 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 是中国的钱跑去了 那香港的台湾钱要跑回哪里 跑回高雄 所以为什么鸿海要在这里设高雄港 这是高雄港 以前是没有人要的 像85大楼 都是一楼梦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变成亚太的新的金融中心 所以你说鸿海 现在要投资159亿 竟然在高雄捷运的黄县 这个地方 盖一个45层的办公大楼 从来没有想过 高雄竟然会这么抢手 整个高雄港 会变成完全不一样 那在这里做三半道楼 还有做住宅大楼 要想的是什么 高雄会成为AI中心 制造中心 台积电最大生产产区 还有它是境外金融中心 就我说了 那9800亿 急得要怎么样 回到台湾 要逃离人民币 电子大厂 都把人民币给抛掉了 抛掉之后怎么样 要汇回台湾 转到哪里 境外中心 就是停在高雄 变成一个境外的金融 所以它就完全没有入境 取代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 那我们以前不讲亚太中心 没有我要航运中心 我要金融中心 我要媒体中心 以前都觉得不可能 现在除了媒体中心之外 真的都慢慢回来了 这次是一场戏 如果没有美国总统 台湾怎么会变成AI中心 几确发动了一个短命的戒严之后 他个人当然要受到极大的一个挑战 甚至他现在有可能被弹劾 但现在资料越来越多次 搞了半天 他不是只是要戒严 搞了半天 他真的要发动一个战争 而且他要把他在国内的敌人 一个一个抓起来 一个一个肃清 但他千算万算 他没有想到 两个地方他失策了 第一个就是707部队 这是整个韩国纪律最严密的部队 照理讲你今天总统都已经下令了 照理讲这个部队只能听令 他应该是如被实至 但没有想到 真的他到了国会之后 他居然消极抵抗 他完全没有去阻挡这些国会议员 进到国会之中 本来下一个命令 国会里面最多不可以超过150个人 只要超过一个 你要全部给我拖出来 但是白虎部队并没有执行这个命令 另外一个就是北韩 他千算万算 他千想万想 他都没有想到 这个戒严从头到尾 那么久的时间 金正恩没有发一句话 连最喜欢放炮 最喜欢骂南韩的金宇正 也一句话都没有坑 难道北韩不在乎吗 没有哦 北韩在这件事情里以后 你看每日朝鲜有讲 南韩宣布戒严令之后 北韩总参谋部 马上召集军方高审 而且马上将北韩的戒严层次 拉到最高的等级 我们知道南韩的戒严 不到六个小时 但北韩的戒严 一直维持了十八个小时 代表北韩是真的高度戒备 北韩是认真地看待 南韩的戒严状态 但为什么 金正恩不敢讲话 金允正恩不敢讲话的重点 就在于说 他们知道 尹齐院是完真的 尹齐院正在找北韩的毛病 要如果你北韩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他都可能变成他出兵的理由 现在你可以看出来说 原来在南北韩之间 现在怕打仗的 要避战的 竟然是金正恩不敢讲话 这个现在南韩的这个戒严 真的像一出韩剧一样 整个峰回路转 刚刚讲到 尹齐院他是完真的 他已经有筹划的 他是有作战到准备 就没有想到 他这个作战命令里面 没有想到北韩一句话都没有坑 而且从这里面得到一个新的讯息 是什么 他们的707部队讲 我本来也回到北韩的 而且他讲我到北韩的时候 他是有地图的 他是有所有的结构图的 搞了半天是 他们早就做好了 斩首金正恩的准备 而且在尹齐院上任之后 这个白虎部队 是秘密严密的在操练当中 所以你就会看到 为什么金正恩 金宇正 在这一次的事件里面 这么低调了 没错 上12月3号 尹齐院这个戒严令来说 保险 他是一盘大棋 什么叫大棋呢 因为那过去一年的时间 尹齐院民调一直不断的掉 然后他任命的人 全部都被打回票 然后几乎他整个 坐困在这个所谓 隆山的一个总统 他几乎命令不出总统府 所以他怎么办 他现在怎么办 他决定下一个险期 什么险期呢 我挑动跟南北韩的 这个紧张关系 甚至打仗 打仗之后呢 我可以宣布戒严 他真的要打仗 戒严之后呢 我可以把所有的国会演 抓起来 抓起来就没有人来烦我 所以他其实原本是这样 破坏的 可是李徐岳敢玩这么大吗 他只能够这样玩 他只能够这样玩 他没有下台阶了 好那怎么办呢 所以你知道 是他这一盘大棋的时候 没想到有两个人 让他料想不到 第一件事是 他们的 他派到这个国会的 707特种部队 他们没想到 不执行命令 消极抵抗命令 他们没有逮捕 这个国会议员 所以国会议员可以 进去国会里面 重新再投票 这个否决掉了 隐席院的这个戒严令 照理讲 在我们当部队的时候 你的枪是不可以给别人的 他的枪被一个女主播 抓来抓去 他们也不敢有任何动作 所以他没有料想到 这个707部队 南韩的白虎部队 最强的这个特种部队 你怎么这样搞呢 所以这有点让隐席院 没有办法想象得到 第二件事是什么 他要什么 他用北韩反应 就没想到北韩 居然没有任何的反应 他听到这个隐席院 这个建议的时候 包姐 你都以为说 他们可能会动作 没有没有 事实上 在隐席院要发动 这个所谓建议之前 其实他们都已经开始 似乎有点紧张 觉得说 你隐席院师傅 要做什么动作 所以他们已经没有 在做任何的这个动作 所以你知道 等于是 这个北韩的反应 不如隐席院 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的特种部队 没有想到居然是 消极抵抗的一个状况 好 那刚才讲的是 北韩在这个时刻 他们真的感觉到说 南韩是要打仗的 对 因为南韩在之前 已经下令他们的 参谋本部说 你不好 这个北韩来的 任何东西 气球也好 任何东西也好 只要你敢越界 我就全部把你打下来 甚至我可以 对北韩的方向的银枪 我就是要制造局部的冲突 就没有想到 金正恩全部都忍了 包姐 那他是学谁呢 他是学纳坦雅虎的嘛 纳坦雅虎 之前是不是快要倒台了 对 他现在打 打到现在为止 他现在怎么样 对哦 他越越好 所以他也是想玩这一套 反正我就挑起 跟北韩的这个 这个紧张的局势嘛 一紧张之后 搞不好我是暂时总统 我会完全不一样啊 所以北韩第一个时间 他敢玩这么大 他戒严之后 北韩第一个时间 非常非常紧张 那如临大敌 你看 当时你看 这是朝鲜 美日朝鲜说的 宣布戒严令之后 北韩的总参谋部 立即召集 所有的军方的高层 也就是说 在听到这个消息 大概这个几分钟之后 北韩就开始召集了 那召集的时候 你知道 他们在什么 那天晚上11点左右 隐习会发表 大概30分钟之后 所有的高级将领 都到平岗市的 这个西城区的 这个石峰洞 总参谋本部 在那边去商谈 那商谈之后 你看 他们主要的 这个将领都来了 然后海军 空军 战略部队 指挥馆等 视讯 两个状况 他们还在说 全军进入所谓 警戒状态 但是不要动 就是说你等到 这个上面有下面 你都在动 但他们就没有 任何的 这个进一步的 这个作为 就是等待 南韩直接来的 这个消息 他们不敢任何 轻举妄动 所以你说 当时金宇峥跟金正恩 真的感觉说 如果你嫌玩假的 那我也玩假的 反正会叫的狗 不会咬人 现在这个狗会咬人 我就不叫了 那除了这个 进行全军的 这个所谓 参谋本部的 这个会议之外 他还有什么 国家安全保障部 还有社会安全部 马上有开始紧急 所以他们不是只有军方 还有这个社会的 还有国家安全 全部都动了起来 动了起来之后 你知道 保险你知道 很有意思 那在这一次的 这个戒严令之前 其实北韩每天的 国家新闻都在笑 什么 尹徐月 你几乎是令不出 总统府 你随时面临被罢免 被谈恶的这种状况 从12月3号之后 你觉得他都没有了 没有任何报道了 所以你说 尹徐月在戒严之前 对 北韩每天 会逢尹徐月 可是等我喊戒严之后 对 北韩屁都不敢放一个了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 我跟你讲 尹徐月或许 他不会 这个再次这个宣布戒 但是他有没有可能 打北韩 不是不可能啊 所以他现在 北韩开始很紧张啊 你说 我现在停止戒严是一件事 是 我打不打北韩 又是另外一回事 没错 所以难怪说 你的戒严令都已经取消了 为什么金正恩跟金允正 道谢还那么安静 对 是因为 他们不能让尹徐月 找到任何借口 所以你怎么知道 是他目前为止 北韩是相当紧张 尹徐月千万不要动啊 所以说目前为止是 北韩开始在静观 这个南韩目前的发展的态势 而且你说 你从这次707部队 后来接受访问 他的整个态势来讲 原来他们已经做好 斩首金正恩的准备 原来我们之前就讲过 他们已经把金正恩 所有的房子 金正恩所有会运用的车辆 金正恩所有的路线 他们都已经摸清楚了 所以那些707部队的人 接到命令的还知道 我以为我要去北韩 我以为我要去斩首金正恩 如果他有这样的印象 有这样的感觉 就代表他平常想的 做的训练的都是这个 没错 目前为止 远远都报道出来 就是他们去访问当天 这个进行这个 这个707部队的所有人士 他们的纵容是这样 他们在那天晚上的时候 原本他们就在演训 而且都穿着全军的 全部武装的部队的衣服 然后就说到了这个傍晚时间 就说我们现在要出动到北韩去 所以他们有些人 已经机密行动开始 所以他们就开始出发 做了这个直升机 然后抵达 他们原本会认为是抵达 这个北朝鲜 就被想他们觉得越来越不对 飞往什么 没有往北飞 飞到这个如鱼岛之后 就往下降落 降落之后 他们发现到时候 降落在国会山中 国会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无法接受 就是说我原本的训练是 要来打这个北韩 那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他就说 你会觉得他们好像很落惨 第一个他们没有很全力在那边保护 然后他就说 他们好像不是很了解 他们就说 因为他们原本不是在这个地方 他们原本是要去北韩这个地方 他们对于国会大厦里面 他们不是很熟悉 因为他们没有演练过 他们最后演练过什么 停在国会那边是OK的 因为他们原本就是练习 停在这个国会旁边的一个 这个地方空地 他们有演练过 但是进到国会之后 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作为 所以等于是 等于是他们到那个地方 他们也发现说 不是北韩 是在国会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消极了这个抵抗 而且他们提到说 现在要我们把国会两重大楼 全部给清空 对 他说我没有这个建筑图 我也没有路线图 我也没有地图 我是临时用这个T-MAP来这个处理 对 可是这个反过来讲 如果我今天把清准 我就要去北韩 那我都已经做好准备 代表北韩里面的建筑图 北韩的地图 对 他们都有了 而且实际上是 这就是军队的抵抗 你以白虎部队的能力来说 多少人他都可以赶走了 他就是 等于是放任 让你们进去这样一个状况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可以看到 当时的这个 在那天晚上的时候 你看 他们有发到这个简讯 给所有707部队所有人士 他们就说 第一个 你看他发了这个 被朝鲜威胁 该部队正面临来自朝鲜的威胁 可能需要乘坐 执政机执行司机的任务 表示情况严重 所以就说你看 是朝鲜 朝鲜的威胁 然后还说 如果 如果我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考虑任何状况 会直接调动707 也就是说 你们707部队随时准备好 准备好之后没多久 他们就坐上执政机 就到了这个国会去了 所以当时的这个国防部 目前已经被抓了 这个前国防部长金龙贤 的确下了这个命令 给当时的这个参谋本部的 这个金秀明就说 反正呢 你只要有北韩的气球 就马上把他开火 把他打掉 打掉他用意思吗 挑动北韩 就没想到 北韩没有任何反应 也就是说 事实上是 北朝鲜 还有他们的707部队 坏了隐习院 整个这个大旗的这个状况 好 南安的检察官 现在已经确定 你现在隐习院 犯内乱罪 你犯内乱罪 现在跟你限制出境 限制出境 刚刚讲的 整个韩国的战事斗争 当然即将的展开 可是即将展国 最尽量的是 他们真的准备打仗 而且他们的白虎部队 真的这么厉害 而且他们的白虎部队 刚讲 我带的这个夜市镜 我是我的准备 我的枪子 他们都已经为 斩首金正恩 做好准备了 你知道为什么隐习院 会这次会搞得 虎头蛇会一塌糊涂吗 为什么 因为他做错了一件事 他要逮捕的人 不是只有国会的议长 不是只有占国会 超过半数的 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议员 他连自己政党的党魁 也要逮捕 所以他犯 我问你 如果你连你自己的政党的党魁 都要逮捕的情况之下 谁会挺你 所以表示隐习院 因为他这次是完真的 不过707这个特战部队 他的这个队长 金贤泰出来 那么开了记者会说 他当时是被下令 被他的这个陆军的 这个特战司令 下令每一两分钟 都打个电话来 要他们去包围 这个国会的 这个办公大楼以后 事实上指定了一些 包括我刚刚讲的 在野党的党魁议长 然后包括执政党 全部要抓 把这些人全部列出来 那至于你刚刚跟我讲说 这个白虎部队707部队到底强不强 宝洁我们当兵的时候 都会打一个举拳政权吧 你还记不记得 这个政权这个举拳是哪里来的 韩国来的 这是韩国来的 这是蒋经国当时 那么去参观韩国参观的时候 发现一件事 韩国太阳的后裔这部电视剧 当时在越南上赢的时候 不是越南举国花燃吗 对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在越战期间之内呢 除了美国之外 韩国所派去的兵啊 那阿兵哥呢 是世界 等于说除了美国之外的第二位嘛 最多的 而那时候 那么蒋经国意外发现 韩国的这个军官跟士官 竟然啊 用他们的跆拳道 一个人可以这样 踢死跟打死 几十个这个北越的士兵嘛 所以后来就决定 把这个跆拳道 引进到我们台湾来 所以引进到台湾来的时候 连教官都一起找来 当时那么首任二三十位 这个等于说北韩士兵的教官啊 那军官都跟韩国 特别借到台湾来 训练我们台湾DP 后来把它改名 无望再举的拒绝 就是这样来的 今天这个越南人 被他打了以后 是武藏俱飞 你要知道哦 他们当时韩国还把这个 青龙部队 白虎部队这些 当时打了以后的战果 甚至于照片跟相关的档案 放在他们的这个 比如说博物馆里面啊 所以呢 那么奖金国就觉得 哇 这个部队这么强悍 这么能打就对了 但是也因为这样 杀了很多这个 所谓越南的这个 阿兵哥跟相关的士兵啊 所以为什么太阳的后裔 因为太阳的后裔 其实就是以707部队 作为他的这个版本 你知道吗 所以这次为什么 调派707部队去 大家的焦点不是说 我们梁山特勤队 用的这个夜视镜 只有一个镜头 他们有四个镜头 那么这个夜视的角度 更广 更棒 一个这个夜视镜 就价值一两百 一百二十几万的新台币等等 不是再这样 我告诉你 这次如果他真的 707部队 如果真的 完全听命以席悦的话 这些国会议员 大概被杀光了 我讲坦白就被杀光了 你的意思说 本来他要707部队 进去杀人的 这个特战司令叫郭总根 郭总根下令是 要他们这个等于说 特战部队 707部队 进到国会大厦 进去里面 不准里面有超过 150位的国会议员 超过呢 超过了以后为什么 因为根据南韩的宪法规定 那么300位的国会议员 超过一半就150位了以后 他们可以表决 表决一半空过以后 那么戒言就要解除 所以我只要让里面 没有150位的国会议员 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要进去里面拖 但是后来发现 707部队的这些特战部队 发现 我们意外介入了一个 所谓的政争 你知道吗 党政跟政争 所以他们事实上 后来就消极几缸 有人说 他们哪里拉扯 爬个窗户 我告诉你 你可能同样 不是有一个在野党的一个 发言人是女主播吗 本来拉拉扯的那个枪吗 我告诉各位 你知道有没有实弹 有 实弹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他们降落的 那个直升机里面 如果呢 没有把实弹带出来 他们并没有把 真正的实弹带出来 那时候的实弹 包括步枪5.56毫米的 也包括 那个9厘米的 这个相关的 这个子弹的 都放在里面 如果他真的把这些 步枪跟这个手枪的实弹带着 我问你 他如果真的 杀的话 真的学习 这个等于说 那么国会山中的话 你以为 凭这些老百姓 凭这些议员 跟这些 这个所谓的发言人 挡得住707部队吗 可是我觉得尹锡越 你要想 这什么时代 你的军队 怎么可能被你这样用 问题就在尹锡越误判情势 为什么呢 他误以为 尹锡越不是 我跟你讲 他是这个检察官出身的 检察长出身的 他误判情势 他其实本来要趁这个机会 一举就把这一级 甚至包括自己看不爽的 这个等于执政党的主角 一举把他全拿起来 全部抓起来 为什么 尹锡越这个名单 不是临时突然间想到 他真正要保护的是他太太 你知道他太太说人家的 这个名牌包 说人家 有的没一大堆嘛 所以他拧的这个名单 我觉得告诉各位 各位常常上节目的这些 大家这些政论名嘴 对不对 还有这些网红 大家小心一点 尹锡越下令 707特传部队要抓的里面的人 包括网红在内 真的假的 包括这个叫做金鱼俊在内 那为什么金鱼俊是因为网红 他下令要抓他 不过他很聪明 他一听到不对了 听到戒言 他马上开车出去 开了整整一个晚上 不敢回家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朋友打电话给他说 你被限制出境了 然后707部队现在到处收捕你 要抓你 为什么 因为他在政治评论的相关的电视里面 常常叮这个尹锡越 所以尹锡越恨之入骨就要抓他 一直等到尹锡越这个戒言解除了以后 这个金鱼俊才松了一口气 终于赶现身回家了 好 刚才讲的 你这样讲 世界是一盘棋 上礼拜再讲说 尹锡越就是要一场战争 而且这个战争 其实等到美国的支持 我当时想怎么可能 现在看起来真的这样 而且更妙的是 北韩之前夺凶啊 在戒言之前每天骂尹锡越 等尹锡越 真的翻脸了 真的搞戒言了 金与正 金正恩到现在 一句话都不敢说 不 今天讲不是要戒言 他要打仗 打仗 现在慢慢慢慢 咨询越来越多了 都要调动部队 给部队的指示 等等的动作 你看起来就是 他就是冲着北朝鲜准备冲突 那这个才有意义 那这个戒言才有 他的言才有长期性 可这个真的吓到金正恩了吗 金正恩当然吓 因为你现在去看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当然严重的 恐吓到金正恩 金正恩根本不敢动 因为如果真的让他的任务成真的话 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这个朝鲜半岛 这个整个冲突升高 升高最大的倒霉鬼是谁 普丁嘛 你看这个故事很简单 中东发生的故事 这边发生的故事一样 对 他的部队没办法调动回来 他没有能力去支援北朝鲜 就是他现在看到了叙利亚 我就眼睛叙利亚对他来多重要 这是他能够插足中东 在这个地方有他的这个索德克机场 这个地方有他的港口 结果完全帮不上忙 我就眼睛看到叙利亚被拿走了 叙利亚会让美国人得逞的原因 就是因为俄罗斯的部队被抽空了 那同样这边道理一样 如果朝鲜半岛这边产生冲突的话 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他要去支援朝鲜半岛的话 他哪有这个兵力 没有了 那不可能的事情 你看到美国更厉害 三艘航空母舰什么东西 都跟着外面来了 所以我很难相信说这件事情 老美完全不知情 这个说法实在太不合乎现实了 因为现实状况就是说 这个地方对美国来讲的话 是重大的资产投入的地方 它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它都要百分之百掌握 因为它有三万美军驻韩 这个是重大的一个资产 怎么可能让这个事情 在那边瞎搅和一通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 绝对不是说原来它的计划 它原来计划 我很简单讲就是戒严 然后抓在野党 然后攻击北韩 这三个动作 这三个动作下去之后 这边冲突了 它的总统 它的戒严力可以维持下去 对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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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变成有效的戒严力 不论戒严什么东西 你告诉我 对 六个小时干什么 就没了 到时候打起来的时候 谁敢上街头 全部抓 对不对 它用戒严这个动作就是军管 对 军管就是要 当然就是军事作战 我要军管 然后我要刺激北韩 我要让这个北韩有动作 北韩有动作 我就继续打采了 到底是它要让北韩动作 还是北韩 它就会直接挑衅去打 直接挑衅 不知道 不知道 但它这个计划里面的一环 就是去制造 朝鲜半岛的军事冲突 我觉得这个是确定的 可是美国愿意 这个地方有冲突吗 美国 现在你看 因为美国国防部 没有出来讲半句话 美国的外交部 美国的这个 国务院有讲 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错误了一大堆 有真正谴责以其乐吗 没有吗 美国如果真的谴责 这件事情的话 我告诉你 那他这个前两天的弹劾就过关 就那么简单 如果我们再 我举个最简单的讲 大家都不要吹牛 什么加州市小龙 如果今天美国说 陈水扁放掉 美国陈水扁就放掉了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情 它百分之百可以影响 这个所谓的台湾 这个日本跟韩国 政治跟军事经济情势 百分之百控制的 他这个不然百分之百控制的话 他在这边怎么玩 他投入那么多的钞票 那么大的兵力在这边投入 所以他这件事情 我认为美国是有把握在手上的 那这个 北朝鲜没有上当 对不对 那我请问你 没有上当 有没有害怕 怕啊 万一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 明后天会不会干 你说以协会 我现在再问你 很简单一个问题 金正恩还敢不敢再放气球 不敢了 他说不敢 我已经叫我的参谋本部 把这个气球给打下来 其实我的参谋本部说 这不符合我用枪的这个手辙 然后这个参谋本部的 这个所谓的参谋长 还被臭骂一顿 对啊 对啊 所以他就是要闹嘛 所以隐习越的目的就是要闹事 就是要冲突嘛 那这个光是我想要冲突这件事情 意愿表达出来的情况之下 就让川普加分嘛 川普拿这个东西 川普是乐见的 当然他谈判上 你说川普是乐见隐习越这样搞的 他在俄乌战场谈判的时候 他现在已经态度很明确啊 你看到没有 他挺乌克兰的嘛 对 他为什么挺乌克兰 他去这个巴黎院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重启的这个典礼宴 穿着蓝色的西装 黄色的领带 就穿着乌克兰的国旗 表示他挺了嘛 他挺下去了嘛 为什么挺 那当然是交易成功嘛 交易什么 对 这是地下矿产嘛 就是乌克兰的天然资源 将来的重建跟开发权 通通交给美国人了嘛 就那么简单 川普很现实 一定是算 算 计算机敲一敲 啊这个黑猴 给了去嘛 就是中东干掉了 对 中东干掉 以色列现在安全啊 对 整个从伊朗 以色列还敢进到叙利亚了 从伊朗要最重要的运送 这个所有武器 到时候 珍珠党的路线全部切断 对 珍珠党从此就灭了嘛 没有了嘛 所以完全是一个 崭新的一个中东局势 那这个理由在哪里 就是因为俄乌战场被拖垮了嘛 对 所以完全俄罗斯没有余力 去照顾他的这些 所谓的这些小弟 他的这些 这些 这些 这些边 他的这些 追随他的这些 卫星国嘛 没有了嘛 那这个道理一样啊 所以在军事上的逻辑 如果在朝鲜半岛有冲突的情况之下 这个是对俄乌 对川普在俄乌的谈判 是有好处的嘛 怎么会坏呢 当然是好 因为我去弄你一下的话 你就昏倒 他这边有核子攻击潜艇 他有航空母舰 他真的给你搞一下的话 我问你 我这不相信说 他这时候去搞北朝鲜 我不相信说中国会出兵 这个不是以前那个民国 不是抗美援朝吗 不是抗美援朝吗 没有抗美援朝 这个是你北朝鲜 跟这个俄罗斯的事情 因为你们去动的北韩部队 对 中国没有出部队啊 所以他牵制这个兵力的目的 我刚刚讲的很简单 第一个是真的是动手打 第二个是吓死你 他战略上已经 这叫deterrence 这已经恐吓效果出来了 那你说普丁 普丁有没有讲话 没有 一句话都不敢讲 我看这个叫什么 你看吓人对不对 对 那可不可以变真的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变真的嘛 我实力雄厚嘛 对不对 我跟你搞两个船难 给你三八线 给你过个打几个飞弹 怎么不能打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造成 他极大的压力 就是川普对普丁极大压力 逼你同时在欧义战场上 一定要谈判 而现在新的谈判条件 不断地由泽伦斯基开出来 开出来的条件 都是让普丁非常痛苦的条件 他的条件 最新条件 你看到没有 他的条件很简单 加入北约 他说你的四个州土地都给你 暂时给你 给了 他愿意让土地让嘛 但是要有个条件嘛 北约保护剩下的乌克兰 他会不会同意 当然不会啊 我的打仗的目的 就是要让北约东扩停止 结果我弄了四个州过来 结果你北约到我家门口来了 我就更倒霉 对不对 他就是要让乌克兰当作一个缓冲带 对 结果你把北约直接进来 我倒大煤了 他就不会同意这个事情 所以我没有加入北约 可是我接受北约保护 对 可是他土地给你啊 你不是要吗 你占你的四个州吗 乌冬吗 对不对 乌冬乌冉 我通通给你 等一下 普丁没声音了 非常安静 所以这个整个局势的大变化 都会赢在配合川普的 粉末登场的时候 新的花样越来越多 对 刚才讲的 世界是一排鸡 原来你现在隐穴搞这个戒严 跟北韩现在不敢讲话 居然跟叙利亚是有关系 然后跟俄罗斯也有关系 对 全部都在弱化俄罗斯的筹码 也就是说你俄罗斯当你断了北韩这边 断了叙利亚这边 断了这个 甚至伊朗这边 那剩下最后中国啊 这几天川普有跟习近平打电话 他叫中国你不要动啊 因为你要在俄乌战争有贡献 这句话讲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不要去帮俄罗斯嘛 所以当你在断手脚的时候 你就逼着普丁上谈半座 那俄乌战争绝对谈得下来嘛 所以为什么川普会跑到巴黎 然后跟那个哲伦斯基见面 其实就是在谈这件事情 那你在东亚这个地方 我后来发现原来啊 这美国派了三艘航空母舰 在整个东亚摆政啊 不是为了赖清德出访 也不是为了中国 为了南北韩 为了南北韩啊 所以现在直接马上就是 11月底的时候就镇住了 所以在北韩那个大家都知道 就我们不知道 对然后结果这个尹习越 就用了这一招 就故意的 其实他真的是要挑衅北韩啊 你就打我嘛 因为我打你的话 这个是说不过去啊 你来打我的话 我来回几的话 这才说得过去 我把这些人定成是清北势力 然后我把我这些人清北 就是代表是你的盟友 是跟你友善的人 我把你跟你友善的人 你的清北势力全部抓起来 如果你屁都不敢放一个 你怎么当老大 所以我严重怀疑 尹习越跟川普之间 不知道达成什么样的 实体下共识啊 为什么这么讲 所以你也觉得 对因为上一次 所以你的看法跟乌冬一样啊 对上一次那个纳塔亚胡 他跑去海湖庄园 跟川普见面之后 回去就大概一场了 整个以色列 然后全力攻击这个珍珠党 然后把黎巴勒弄下来 我现在都还怀疑 推翻阿萨德政府的那个叛军 那个也不是叛军 那个其实背后来讲的话 以前是民兵 后来以前 美国还把第一个恐怖分子 为什么突然间 好像天降神兵 好像一大堆武器都出现了 然后把第二大臣攻破了 把第一大臣又攻破了 然后现在整个把叙利亚站起来 而且呢准备执政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不动公务人员 然后准备要什么 直接转换 美国接下来是不是直接就承认他呢 所以现在俄罗斯就失去了一个据点 我都认为说背后都有美国在搞鬼的 这个因素在里面 这个叫什么 就是川普要上任之前 每一个地方都想要变成继承事实 继承事实的话 那整个全世界的秩序 重新就重写过了 那最后将军是谁 最后将军就是习近平了 因为他是最弱了 中间每个都对断手脚 北韩也没有了 伊朗也没有了 我在川普之前我要先占位置 是啊 那这些国家都不敢去帮中国了 那这时候中国是不是变成孤老无一的一个老人的概念 那川普再来解决中国不是最快了吗 所以这个其实我都认为说 在川普之前来讲的话 整个全天下局势大乱 但是局势大乱可能对接下来的川普局势大 这两天最让我掉下巴的就是这个叙利亚 这是以前我们要讲的 这个阿勒坡很多的战争 我看过很多战争场面 可是你看到叙利亚 那是非常惨烈的 是它是一个内战 一个内战 你阿勒坡或任何的地方居然都实施九空 而且刚刚讲的 它根本就是进行一个灭绝性的战争 它所有的人都只能躲在地下室 甚至你带着白头盔说 我只是救援人员 它全部都杀无射 而且你想象的白领带最残忍的 这个飞弹或这个炸弹 都在这里进行 就没有想到 今天我们看到了 这个阿萨德富于顽抗了这么多年 阿拉伯之孙只有他没倒 结果才不到两个礼拜 他就吹姑拉朽 他就什么都没了 本来刚刚过去我们讲 阿拉伯之孙打到弹尽两绝十四九空 但你也拿这个阿萨德 完全没办法 为什么 看到了刚才的景象 不管是阿勒坡 或者是我们讲大马斯革 通通都是这样 原本现代会反抗的图示 但协我今天短短的两天到四天之内 闪电站 把这个盛权给推翻了 所以你知道吗 他们现在在国内 整个全部欢欣鼓舞 甚至直接在电视上宣告说 我们已经接马大马斯革 那大马斯革也就是 旭亚的首都嘛 而过去站在阿萨德 我们讲背后面 阿萨德背后面 最有力的是谁 俄罗斯 俄罗斯跟伊朗嘛 就是他现在开始在干嘛 拆伊朗大使馆 直接没有再跟你一言 就开始民众 占领之后 开始爬上去 把你的布条 他不是把建筑物毁损 他就是要把这个象征性 我就只把这个布条拆下 你怎样 那里面他也没破坏掉 挺多的把玻璃给砸碎 那后来今天 保陵哥你知道 现在变成什么啊 现在变成公共空间 开放式公共空间 你只要想进去的民众 通通都可以进去参观 想带走的东西呢 free to go 爱拿什么就拿什么 所以你知道吗 现在整个融上 一个自由氛围 而且川普也有讲话 川普讲这话 雨淡悬期 他说第一个 这本来就不是我们美国战争 所以最后出手的是谁 虽然说不是美国战争 但土耳其后面 当然有美国支持 土耳其出手 他说包括现在俄罗斯 造成了这么多人的伤亡 都在乌俄战争 根本没意义 早就该喊停了 你说不对啊 雨萱 明明跟你讲叙利亚 他跟你讲乌俄干嘛 因为他后面接着一句 俄罗斯没有能耐再管了 我们不再管叙利亚了嘛 他说俄罗斯在这个俄罗斯战争 有60万的士兵伤亡 60万的士兵伤亡 让俄罗斯已经没有能力 来改变叙利亚的战况了 对嘛 那黎巴顿的真主党 跟伊朗现在面对谁 以色列嘛 所以换言之 原本对于阿塞德来讲 后面最强大的两个巴顿 现在都倒掉了 没有啊 倒掉了 两天就吹勤就一把死了 对不对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你看到他们就发表声明说 哎呀 这个俄罗斯还说什么 说我跟你讲 阿塞德 他现在说要和平转移政权 你扫来这一套 你不讲这话也是我们讲 也是你也是挂了嘛 你政权就倒台啦 但俄罗斯帮他发这个声明说 但是 我们绝对不介入中间的协商 这个代表什么吗 当年俄罗斯是用尽所有的力量 他用尽所有的部队 甚至用尽所有的杀伤力武器 来保护这个地方 来稳住阿萨德 他现在不要了 而且这个地方对他多重要 因为如果俄罗斯对中东 有任何影响力的关键就是叙利亚 所以在这个地方有机场 你在这个地方有港口 如果这个地方没了 你根本就没有能力插足中东了 对因为这是一个战略枢标 等于说他整个黑海的部分的控制权 完全都上市 他也无暇管起来 为什么 因为现在对来讲 连北韩都出事情了 对不对 那我唯一的乌俄战场 我现在就是赶快解决掉 所以你发现 所以你觉得叙利亚北韩跟俄乌战场 三者是有联动的 当然啦 我跟讲 川普在一寸一寸一寸的 斩掉你的手 斩掉你的脚 掐住你的脖子 掐住你的咽喉 所以俄罗斯只能干嘛 旧犯啊 那俄罗斯就犯之后 警戒人来下一个倒霉是谁 就中国人嘛 所以你知道 不是本来不是讲吗 川普跟普丁不是好朋友吗 那我本来以为川普跟普丁是好朋友 结果川普跟这个 不是 川普居然跟哲伦斯基在法国见面 然后居然还穿了一个蓝色西装 搭黄色领带 哪有人这样表态的 你头恰的啊 虽然构死命 那川普对来讲 你看到他穿这个衣服 对不对 那只代表一件事情 买卖已成 买卖已成 对 而且你知道吗 他们现在在开箱 开箱总统府 变成他们最流行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们现在跑到总统府 发现 欸 你也太好吗 为什么阿赛德 这是阿赛德的地下碉堡 他有地下碉堡 各位你看这个通道 搞不好还有烈色 为什么他有办法第一次 这个碉堡也太漂亮了吧 这一看就知道 为什么他就是灰色的 因为他一定是有那种 防暴等级的 你知道吗 然后里面呢 找到很多这种穿金带银 今天呢 今天如果不去拿走 没有 拿没走 没有办法 太多东西 而且甚至跑到地下室才说 有一个东西也开不走 车子 看到一台一台一台的豪车 我跟你讲 我若是民众 我不会把他想要把他偷走 我一定气到把他炸掉 欸 你一个人 整个地下室 我们在那边水深火热 结果你过得那么爽 所以你知道吗 他们有报复性 但不是报复性消费 是报复性掠夺 所以跑到他的豪宅里面去 发现说 欸 他的衣柜里面 不知道是他的太太啊 还是说他的我们讲女朋友啊 Louis Vadont 欸 还没载走 我赶快 我就直接把这个 鬼拍照 拿着照 甚至民众高兴到什么人度 我就跑到这个总统府的武器 然后因为他本来说 我下个礼拜才要结婚嘛 对不对 他说那没办法 因为我们现在是国庆日 我们的国家新生了 就搞定在干嘛 那这样结婚了 他现在在 占领的这一天 占领大马斯革这一天结婚 一口 是 欸 你说看病 现在是 欸 台湾也是一个 医学非常进步的地方 对 怎么有孕妇去做检查 然后呢 子宫穿刺 然后就过世了 现在有一个是 我去打这个医美 做医美 我想做医美很简单吗 不然医美是不是做很复杂 没有 他只做一个电波拉皮 只做电波拉皮 居然也会要他的命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大家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电波拉皮 就是做这个部分而已 怎么就死掉了呢 而且这地方发生在哪里 发生在台北市的中山区 后来是想说什么状况 有一个女医师 来帮她的这个病人打的时候 打电波之前不是要麻醉吗 她没有找麻醉科的医师 她就自己用牛奶针 这个把它给要麻醉下去 自己麻醉 对 自己麻醉 你想怎么可能自己做这个 做电波拉皮的这个 没有专业的麻醉师 对 然后呢 另外一个 自己来做麻醉医师 因为这个东西 牛奶针你推针进去之后 他说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你还是盯着那个 那你想 你一边做电波 你怎么一边盯数据 而且呢 有这个专业的麻衣告诉我说 这个针没事就没事 它就是疏眠 它全身麻醉 等到你起来之后呢 电波拉皮就拉完了 因为如果你没有麻醉的话 电波拉皮打下去 你的脸会非常非常痛的 很痛啊 很像东西在烧一样 所以他就用这个牛奶针 后来现在卫生局查出来了 就是他是职业的 他自己帮他打电波 另外来讲 这个针也是他推的 你没有办法一个人兼顾两个嘛 所以这个东西已经查出去了 好 那查下去之后呢 一开始不是传说来说 是不是波波医生的一些争议吗 去看他们这个医师团队 还真的有好几个波波医生 真的假的 还真的有好几个波波医生 然后呢 这个子级跟姓名都被人家查出来了 所以他就用这个牛奶针 后来呢 现在卫生局查出来了 就是他是职业的 他自己帮他打电波 另外来讲 这个针也是他推的 你没有办法一个人兼顾两个嘛 所以这个东西已经查出去了 好 那查下去之后呢 一开始不是传说来说 是不是波波医生的一些争议吗 去看他们这个医师团队 还真的有好几个波波医生 真的假的 还真的有好几个波波医生 然后呢 这个子级跟姓名 都被人家查出来了 那查出来之后呢 他讲说怎么会这么危险 结果呢 回头去查 这间诊所已经不是 第一次发生问题了 因为它是全台湾都有的连锁 医美诊所 所以呢 在2018年的时候 也有这个女孩子 2018年 她去做什么 她不是做电波拉皮 她去除这个腋下的除汗手术 那讲说这应该是很简单的吧 因为她之前已经做过 腋下除毛手术 她觉得没问题 所以去做腋下的除汗手术 结果呢 竟然也是因为麻醉的关系 然后呢 就变植物人了 就变植物人了 然后呢 大家回头去查之后呢 当初帮她指导 主治的医师 疑似就是波波医生 就是名单上的波波医生 而且特别的是 她这间诊所 很多很多的人 都没有学经历 没有列学经历 对 经历都是洋洋洒洒的 甚至呢 有些怀疑说 你这些经历 是不是假的 因为它上面都写着什么 大医院医学中心 结果已经有人跳出来说 那个他没有在我们这边 所以呢 现在会要怀疑 你这个医美诊所 看起来佩佩亮亮的 你至少要查清楚 这些医生是哪里来的 这些医生是哪里的 有些卖经历 对小医生是哪里的 就不说是哪里的 后面的